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进入2.4 也就是怎么样子来 使用这个类别呢 来创建 这一个对象 也就是说 我们设计的类别呢 的目的 就是要 让这一个电脑呢 在run type的时候 就是 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称为叫run type run type 这称为at 就是 在 执行的那一刻 就执行我们的 软件的那一刻呢 那有电脑呢 来使用 这class来 创建这个对象 但是 怎么去创建 什么时间点创建 是我们要来 给他做指示的 他才会 在run type的时候 按照我们的指示呢 去创建这个对象 所以呢 类的 目的 是要 创造新的 这一个 数据形态 就是说 所谓叫做新的数据形态 这个数据形态呢 英文叫做 Data Type 这是数据形态叫DataType 那么DataType呢 是什么 就是 像 INT 就叫做整数 然后呢 这个Double 就叫做双倍的 伏点数 伏点数 然后呢 这个 String 这叫字符串 那这个叫做数据形态 那这个叫做 已经 有Java 或是西加价的语言 已经定义好的 这个我们 英文称叫Build in Build in 就是已经 已经 建立了 就是说在 这种西加价或Java语言 已经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 预先 已经定义好的 这种 DataType 叫做 Build in DataType 指的就是 Integer Double String 那么 什么叫做新的数据形态呢 就是 譬如说 我们心中 想到这一个 想到这个 心中想到这个House 房子 对不对 但是 在语言里头并没有 预先定义好这个 House这样的一个 一个数据形态 所以呢我们就定义一个 Class Class 就是这叫新的数据形态 叫House 我们就定义一个数据形态 叫Class House 然后 写一些代码 那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新的 数据形态 就是用Class 新定义的 新定义的 这叫数据形态 那这个数据形态呢 跟这个是同位阶的 这个是一新定义好的 这个是我们是新定义的 新定义的 那就是为了描述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比如说除了 比如说除了House之外 还有公园 Park 还有吉普车 这个都是我们 可以自己定义的 这种 我们称为叫做数据形态 那是因为要描述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必须有各式各样的数据形态 才能够充分的 表达出自然界的 静态 以及动态之美 就静态 以及动态之美 加把提供的 数种基本的数据形态就是这个 基本的数据形态呢 指的就是叫Viewin 的 这个 数据形态OK 就是这个 叫Viewin的数据形态 基本数据形态 如果想表达社会和大自然的景象 他其实并不够用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善用加瓦的class的概念 就很容易 解决这个问题了 就刚刚用class 来把它堵足了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他让 程序 源 或者是 这个 变成的 马龙 马努好了 定义 来创造自己心爱的数据形态 来描述 就是心中所想象的 就是眼睛没看到的 像长额 没关系 心中所想象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任何自然界的景象 在加瓦里 Integer,Double,Chair等等 常称为 基本数据形态 就是叫Viewin的 数据形态 就是这个 Viewin的数据形态 或者称为叫做 Fundamental Data Type 而由这个类手创造的 这个数据形态呢 就称为叫做 抽象的 F-Trade Data Type 抽象的数据形态 因为他是 一种对 自然界 万事万物的一种 软件的表达 那软件呢 是属于并不是实体 所以我们称为叫做 抽象的 数据形态 这抽象的意味着 只描述自自然世界里头呢 这个 对象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跟行为 譬如说常耳 那么他 要把他完全描述 困难 我们只描述他的特征跟行为 所以把他抽出 重要的 特点 所以 我们称为叫做抽象的 数据形态 是对万事万物 只描述他 这两项而已 那这两项呢 他就把他从实体 抽象出来的 所以才叫做 抽象的数据形态 而其他不重要的细节呢 就不描述了 因此呢 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 由基本数据形态 所宣告的变量就直接成为变量 由这个抽象数据形态 由class 宣告的变量 我们就成为对象 OK 例如呢 定义一个class 叫rows 这就是定义一个玫瑰花 那这个玫瑰花呢 就是我们 新创造的数据形态 那就可以拿来 创建了我们的对象 以描述 这每一个对象一个 可以描述自然界的 一朵 一朵玫瑰花 一朵玫瑰花 因此我们可以创建对象之下 就是 就是 来宁 若 那 这个就是创建 一个 玫瑰花的对象 那这个若呢 这个是构造式的意思 这边 这一个是构造式的意思 这我们之后会来说明 叫做构造式 构造式 也就是说 他去new 他去 叫这个构造式 来产生 一个新的对象 好 那就是new rose 就是 创建一个 Rose这个类 的对象 也就是 叫 这个构造式 去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呢 将对象的参考值呢 这个对象呢 会在 我们的内存里头占一个位置 好 那他有一个 就是 刚刚有讲过的 三回合搞就是adress 这个adress呢 就是 这个对象的 位置 的参考 他把这个参考值呢 存进去 Rose变量里头 Rose是另外一个变量 是在内存里头另外一个变量 把这个位置呢 存进去 那这个变量呢 叫做Rose 那这个变量 并不是这个对象 就对象在另外一个位置 Rose另外一个位置 只是他 把这个位置 把他塞进来 让他可以指向他 所以Rose呢 是另外一个变量 变量 然后 他把这个的位置 把这个 新的对象的位置 存在Rose里头 因此呢 Rose就 参考到 这个对象 这个 这是我们创建的对象 所以对象就如同变量 在内存中 也占有一个空间 在这里 在内存里头 也占一个空间 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整个都是内存的 换围 其实呢 刚刚这个图呢 应该是 这个整个 这个整个都是内存的换围 OK 整个都内存的换围 所以在这个主记忆体 也就是内存里头呢 这个产生一个Rose 类别的对象 那里头几个属性 对不对 有属性 然后呢 就把这个对象 的位置 比如说 这个 位置编号789 那就把789 写在这里 那他就会 他就指向他了 他就指向他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个代码 看一个代码 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Rose 这个类 然后里头呢 有两项属性 那这个 叫double 就是这是我们的 一般的 叫做build-in的数据形态 然后呢 这个叫bend量 price-month 然后呢定义一个 函数会收化 这是他的行为 这是 属性 Data 这是行为 他的行为 所以呢 叫new一个Rose 然后呢 就把放在这个 变量里头呢 再来 叫Rose呢 去执行这个 Rose所指的 那个对象 的say 这个函数 所以对Rose 类别的对象 就具有一个共通的行为 就是say 在软件中 靠say来表输 这项行为 对代码 Rosesay 可解释为 将信息 say 传递给Rose的对象 好 传递给Rose对象 那么 很简单 就是 叫Rose的 对手指的对象 去执行他的 save 这个 函数 这样也可以 好 那现在就是说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让Rose呢 指向这个对象 目前是这样子的 在这里 这一行呢 的代码 就是 在这里 就是做这个动作 就是 创建一个Rose的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Rose对象的指针参考 放在Rose这个变量里头 放在Rose这个变量里头 然后呢 这个Rosesay呢 就是 叫Rose 所指的这个对象 去执行他的 say函数 那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 由man 由这个zman 把他送一个信息呢 给他 送一个信息给他 OK 把信息送给他 OK 然后呢 他接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会去执行 他 自己的save这个函数 OK 当这个对象接到 信息save的时候 便会 启动他内含的 say函数 就是执行他 就是他接到这个信息呢 就来执行他 OK 那也就是zman 叫 这个Rose呢 所指的 这个对象 去执行 他自己的say函数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say函数呢 支持一个重要的行为 就是Rose对象 能够输出自己的内容 你看 他这个 这是他Rose内部的内容 他会 这个输出某些的 字符串 或者是 送出这里头的内容 都可以 所以他Rose呢 的对象 透过say 而输出自己的内容 OK 所以如果 对其他的行为有兴趣 你可以继续加 就刚刚在Rose里头只有一个say 你还可以 还可以 做其他的 定义其他的函数 叫做public void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print也可以 print 做其他的印出 做其他印出都可以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对象的参考 所谓对象参考 刚刚讲过了 就是一个对象 一个对象 他被创建的 所谓创建 他在内存里头 也就是memory里头 那他有他的位置 他会编号 比如说刚刚讲的 789 就编号 那这个编号 称为是位置 也称为是 这个对象 的 参考 所以 但是这个对象的参考呢 目前是把它放在 这个Rose里头 对不对 放在Rose这个小变量里头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变量的 里头的内容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变量里头 叫A 所以呢 这里头呢 把它copy过来 把这里头的内容 copy过来 他也是指向他 他也是指向他 那现在谈的就是 这种对象的参考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对象的本身 这是对象的参考 那参考呢 只是放一个789 而已 就放一个789而已 韩式之间常借由 自变量 就argument 来互相传递数据 自变量的形态 除了int double 缺有等等之外 还可以传这个 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将对象传给 函数 就是对象 的参考 对象的参考 这样的一个 变量 我们称为叫参考自变量 在加法中除了基本实际之外 所有的对象 皆能够传送参考值 也就是 把自己的 把这个对象 的参考值呢 传递给对方 让那对方就可以跟我沟通 跟我talking 所以呢 我要把自己的 怎么把自己的 这个 参考变量送出去 现在以实际的例子来做个说明 我们现在定一个ros 然后呢有两项 这个属性 然后呢 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set 一个叫get minus 然后呢 有一个组main program 这个main program呢 首先new一个ros的对象 然后把它放在r1 就是这样 new一个ros的 对象 然后呢 然后呢 把这个 自己的 位置 也就是自己的参考值呢 把它放在r1 所以r1是另外一个辨式 另外一个变量 那这个时候 因为他把他的位置放进来了 所以他就 指向他了 指向他 比如说这个位置叫789 这里就放着789 所以他就看到789就知道了 这个对象是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在new 第2个对象 这new一个 ros的 第2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的位置呢 是 899 那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899 放在这个r2 那么他就指向他了 那这个 这个内容899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 对象的参考 对象的参考 OK 所以再来 把这个r1 把这个对象 传给function 比如说这个函数在这里 然后呢 把这个参考 传给他 因此呢 他就指向他 因此呢 这里头的代码 就可以来存取这里头的数据 是这个用意 我再说明一遍 这个就是 产生一个ros2 在这里我先谈这个好了 ros2呢 就是先诞生一个 创建一个ros的对象 这一行 然后再把这个 对象的 位置就指针 把它放在r2 因此呢 我们就画一条线 r2呢 一个箭头到ros 这表示呢 r2 正参考到 这个ros的 这个新对象 也就是r2呢 指向 这个 新的对象 接下来呢 把这个r2呢 的内容 把它传给 Display 就是把r2 的内容呢 传给这个Display 所以这边是Display 然后把他传给他 他就可以指向他 指向他之后呢 他就可以 来做这个 其他的事情 可以做执行 可以来存取这里头的数据 所以我们称 r1 r2为ros的 对象参考 就是 里头放的是 这个对象的位置 所以叫做 Object Reference 你也可以直接称为 称r1 r2为对象 但是事实上 他只是一个 参考值而已 他是参考到 真正的对象在这里 所以这边的对象里面 把r1 r2 的 参考值呢 分别传给Display 传给他 由于r1 r2是ros的形态 所以Display函数呢 可以相同的 变量 形态来接受他 所以呢 这个 Display呢 就是由在这里 Display定位在这里 因为这个r1 r2 你看他的形态是ros 而且呢 是ros的指针 这个对象的指针 他就把这个传给他 所以呢 这里就用同样的来接 这里是rosr1 这里是rosx 所以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对象叫x 这个x就是里头含有 含有这个指针 这个x 所以目前x呢 跟r1 一样都指向 这一个 这个对象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对象 抓出他的 这有盛开的年内份 OK 所以r1 r2 都是ros的参考 所以Display呢 也能够 以相同的形态的变量 接受他 所以x也是ros形态的参考 就在这里讲这个 当x呢 也是 指向这个ros的 因为x的值是从这里copy过来的 所以x呢 也是 ros的参考 形态的参考 所以拿到了这一个 这个代码叫Displayr1 那他把r1的参考值呢 传给 自变量 x 在这里 这是Display的函数里头一个x 那这个x呢 因为是从r1丢过来的 从r1呢 把它拷贝过来的 所以呢 这个r1 跟 x 都是指向这个 对象了 现在都指向这个对象了 所以呢 x跟r1都参考到 这个对象 OK 刚才说过 要把这个他把对象r1 传给 x 传给他 copy给他 简单的说明他把 r1的 这个内容呢 传给x 也就是把这个 内容把r2呢 传给y 传给y 这边 就是说你如果有两个 两个这个x 如果两个Display 你一个色为y 一个色为y 那么一个色为x 都可以 譬如说 你这边可以把r1 传给这个 y的 所以在这里 其实来讲在这里有两个 像刚刚有两个Display r1 跟Display r2 其实这两个都是传给x的 就是 r1跟r2 都传给x的 那这个不是 这应该也是传给字变量 算是x才对 OK 但是你必须记得所传递的 是对象的参考 而不是对象的内容 所以他把这个 传递给他 是把这里头的 这个 位置789 传给他 他也变成位置789 但是这个内容没有传过去 没有传过去 所以才叫做 传的是对象参考 而不是传的不是对象的内容 因为对象的 对象内容 这是内容 对象内容 通常含有许多数据 这些数据呢 他可能会占很大的空间 所以在传递的时候 是不划算的 所以拿java 就以传递对象 来处理 所谓传递对象 就是传递对象的参考值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把ros的对象 把这个对象传给x 事实上他传的是 这个 对象的指针 而不是传对象本身 这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那这样子的可以省去 拷贝内容的时间 提高效率 所以 以上介绍的是 说明的是参考的传递法 就是把对象 来把对象传递给函数 给别的函数 增加 程序的执行速度 就是说我们传的是参考值 而不是传内容 因此 可以增进 这个程序的执行速度 因为不用搬动 那里头的内容 也许你也联想到函数如何将 对象传回给主函数的 比如说 我们刚刚的这个main 是从这个main 然后把这个指传过去 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对象 把对象传过去了 如果我们在display里头呢 我们创建一个对象 那么 我们 这对象叫做 叫做m好了 指向他 那我们可以把m传过来 传到n 传到n 然后再指向他 这样也可以 这就是从 从这个 从小的函数 把他传给main 的时候 可以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 把这个指针存在m 让m指向他 再把m的指传到这边n n就可以指向他 就可以 存起这边的数据了 这样子 所以这里来讲说 你就联想到 这个指函数 如何将对象 的参考 传回给主函数了 OK 因为你刚刚已经看到主函数传过去了 再传回来也是一样的做法 这是 对象有的相同考虑的做法 传回对象 也可 可能因对象的内容 都要导致 拷贝数据 让回时间 所以呢 我们就以传回对象的参考值 为主 对不对 那么 因为这个对象 也是变量 所以传回的时候 就如同传回一般变量 一样 简单不够 所以 函数呢可以利用return来把对象的参考值传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例子 首先呢 定义一个玫瑰花 然后两项 这一个属性 还有 一个函数叫set 还有一个函数叫get- 那这个set呢 是来设定 这个 对象里头的值 那么 lan的函数呢 首先 是new一个ros 这叫ros的建构式 来建构一个 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呢 的指针 把它放在r 所以r就指向这个对象 这是 这是这一行的一个用意 之后呢 叫这个r所指的这个对象 去执行这个set 也就是把这个set 当成一个信息传给他 这个对象就会去执行 这个set的函数 set函数就把这个p n存进去了 在这里 就把它存进去了 这就是set 所以我们把这个传过来 传p跟传m 然后把m存进去 有没有 传p跟传m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个的指针 这个指针 比如说 这是 减号789 就把这个789呢 把789把它return回去 那这个returnR呢 就return这个指 参考指 而不是return本身 所以呢 在这一个 return回去的时候 那么 就可以 在这边 落实的 就是return回来的 你看 我们再来看 main 然后create object 就执行他 执行他的时候 就new一个 new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再把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个main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main呢 他又把这个r传回来 传到这边 传到这个ros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叫ros 然后他呢 钉尺就 指向他 指向他 这个动作 就是r呢 对不对 把这个r 传回来给 给man r传回来给man 因为是man 扣他的 好 再称来给man OK 所以呢 在man这边就有一个ros 来 对应到他 来指导他 因此呢 这个透过ros呢 去取得这里头的 这个月份的数据 OK 好 因为create object呢 是来创建ros对象的 所以呢 让r指向该对象 在这里 让r呢 指向该对象 然后呢 r的参考变量 就是这个 参考值呢 会传回给man 里头的ros 会把这个东西 copy过来 所以他也指向他 因此呢 ros跟r 就是 r跟ros呢 都是参考到 同一个对象 参考到他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这边是在讲 这一个 对象的参考 那 怎么传递 还有他的意义 好那我们就先 讲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